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波尔多的花花 今天呢,那我们就来说说法国的奶酪吧 Fourmage 说起法国的奶酪,心里就美滋滋的 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 Fourmage是法国奶酪的意思 这个词的前几个字 它实际上是过滤奶制品的一种工具 在希腊里叫Fourmage 然后慢慢到最后15世纪以后 才出现了Fourmage这个词 一直延续到至今 这个Fourmage的历史可就长了 据说是在公元前17世纪 有一个牧羊官把新鲜的羊奶 放在一个动物味制成的袋子里面 然后后来他发现呢 这些鲜奶呢凝固了 而且经过再储存之后呢 风味更特别,更丰富 又便于储藏和运输 然后慢慢的就开始生产这种奶酪了 制作奶酪的人材料呢 可以是牛奶,山羊奶,或者是绵羊奶 知道吗?在法国1000种以上的奶酪 因为不同的地区,它有不同的风格 根据奶酪的口感不一样 从淡到浓,我今天选择了5种奶酪 跟大家一起品尝 要品尝法国奶酪 怎么能缺少红酒呢?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今天要尝试和展示的 5款法国的奶酪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从第一款开始 这个是来自法国中部非常淡的一款牛奶奶酪 放在嘴里的时候呢 非常的柔软 对我来讲 这个是奶酪非常清淡清纯的一款奶酪 这个中间的这款呢 我手指指的这款呢 是叫宫队 也是来自法国中部 它已经被叫藏了有36个月 口味非常的复杂 这款跟红酒就是绝搭了 这是我的最爱之一 再往上走呢 这款呢 是牛奶和羊奶的两款混合做的奶酪 然后这个是完全是用羊奶做的 是来自法国西部的一款羊奶奶酪 有些人不太喜欢羊奶奶酪 因为它有点感觉有点羊奶的那种骚气 实际上细细品来 还是非常清香的 重点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奶酪之王 就是Hokfork 在那个年代 有一个小伙子在山上 正在吃个奶酪 突然看到一个美丽的姑娘过来 就心生爱慕之意 所以他就把这个面包的奶酪 就藏起来 藏到那个山洞里面了 然后过了几天以后呢 他发现这个奶酪跟面包都发酵了 然后这个奶酪呢 上面变得一心菌 像这种蓝色状的菌 然后他再这么一吃呢 非常的好吃 其实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奶酪 叫做Hokfork 而且全世界哦 只有七家公司可以生产这个Hokfork奶酪 因为它一定要在那个山洞里面 要产生这种默菌 才能让它有这种盐的感觉 生绵羊奶做的奶酪 因为绵羊奶比山洞奶要更稠一些 它的味道更纯香一点 它的口味非常的特别 很咸 有那种海盐的咸味 但是吃到最后呢 它就变得反干 就回甘 有点甜丝丝的感觉 通常这款奶酪呢 就会被配成 比如说贵府甜白呀 这种甜白的酒 会更适合一点 今天的奶酪 就介绍到这里了 其实 法国的奶酪有一千多种 就像我们的豆腐一样 文化是非常的丰富 已经变成是 法国人民血液中的一部分了 我是生活在福尔多的花花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呢 麻烦你们关注我 给我点赞 就这样啦 拜拜